敬拜堂的家人早上好 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线上的每日曙光 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试过有时候当心情乱糟糟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该如何是好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心乱糟糟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诗篇23篇一至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 我必不会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最近你们的心境如何呢? 感到高兴吗? 觉得还是一样平常天? 压力吗? 不知所措 还是心情是混杂的呢? 无论如何 爱我们的上帝 依然还是我们心灵上最大的资助和帮助 当我们处在这个21世纪当中 所有的资讯和社会 这一些快速的步伐 不得已让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也像是与时间来竞争 必须在最短最快速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每天都有好像赶不完的期限工作 忙不完的事项清单 符合不完的上司要求 公司架构的不完善等等 许多网络社交媒体的声音 仿佛在教导我们 应该要如何成为这个世界跟这时代的新兴人 甚至社会群体对我们的影响 和对人们所贴下的标签 让我们不得不融入这社会体系里头 变得我们每一日好像要符合许多人的要求 众多的期待 甚至是许多人所期待的样子 可能我们的心中会产生无力感 听了太多的声音 可能也会出现混杂的心境和思绪 但我们真的不要忘记 在我们忙乱的日子里 更要亲近主 就好像这经文所说的 叶华是我们的好牧人 他必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们到安歇的水边 对 如果心情忙乱 平时工作繁重 偶尔出外放个假 我也看见很多人或家庭 开始出外 在马来西亚的staycation 这是很好的放松的活动 因为难得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 这都是非常美好的 若有需要因困在家太久的缘故 出外走走 对舒缓我们紧绷的心情 也是有帮助的 但我更想说的 除了以上这些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要独处 来到主的面前 与他交流 单单享受与他在一起 好好安静 好好安歇在主的怀抱里 暂时远离世俗的嘈杂声 远远胜过世上所提供的休闲娱乐 因为在主里 我们的价值会再次被他肯定 我们的烦恼他会倾听 我们的无奈他都理解 使我们烦乱的心境 会再次被他更新 眼光被他调整 苏醒我们的灵魂 再充斥 再次有力量 把焦点放在对的地方 把专注力投入 在正确的方向 因在上帝的同在里 我们的生命的定位 会再次被他更好的矫正过来 使我们明白 生命的核心和意义 所以无论多忙 爱你的家人 不管身在何处 他总会提醒你 要记得准时吃饭 好好照顾身体的健康 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 勉励大家 无论多忙 总要记得在主里 主的面前好好地休息 好好安协在他的怀里 皆因他是我的好牧人 他必使我安静 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今天鼓励大家 让我们都能好好学习 在主里休息 灵受灵魂 得苏醒的能力 上帝赐福你 这次有请工作室